主委好,抱歉 刚才黄书委员说你刚到,抱歉,邀请你起来 就是我一定要邀请你起来 因为在你的业务报告里面有一个 所谓召开延商南山人寿保险公司股权转售让之消费者保护措施座谈会议 那这个座谈会议我想主委可能应该有参加过还是还没有参加过 我本身没有参加 那毕竟主委之前还是主委 叫金管会的陈主委 现在是我们的副院长 然后一间消保会主委 所以我想我来请教你 南山股权这个事情你应该会相当清楚 那我之前也听到我们的一些不分朝野的这些委员同事 也特别在南山人寿股权转移这个事件上 对你赞许有加 因为我记得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陈经理私底下 还是在公开场合有特别提过说 一家完全没有经营过保险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 没有经营过保险的一个公司 既然要来承受南山人寿将近六千亿资产的一个保险公司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 你也觉得这样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之前他们曾经提出来送件 被我们金管会推荐 但是在五月十二号左右 好像又再度提出来 那目前已经金管队已经受理 而且分化给相关单位来作为实质审查 我不晓得我们的副院长我们的主委对这事情看法怎样 我想跟刘委员和各委员报告 有关南山人寿的案件 我可以分两部分来报告 一部分就是说 从一年半以前 美国AIG 就是美国的国际人寿保险公司 他想出售南山的持股的时候 因为他持有南山98%的股份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 这个公司已经被美国政府等于接管一样 是美国财政部在管他 所以他要处分的时候 我们就告他五大原则 中间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这个保护 所有员工以及保护的权利 我们把员工保护摆在前面 保护和员工的权益 这是第一点跟他讲的 那中间还有个原则 就是刚才这个刘委员提到的 就是说你将来的任何承受者 都要能够证明他有专业经营的能力 一共有五大原则 那这是第一部分我要跟你报告的 第二部分要报告就是说 整个的案子 其实不是金管会在受理 是经济部投审会 因为他牵涉外资的股份的转让 按照我们外人投资条例来讲 要投审会来受理 所以投审会当初的确是推荐过 因为认为他的那个文件不齐全 先把他推荐了 那之后在五月的时候 他又提 其实应该说讲 正式讲应该是三月了 三月他正式提出来一份投审会受理 受理以后 但是投审会认为说他 投审会有十八个委员 那十八个他要分工 中间不管是陆委会啦 这个什么金管会 每个单位都有分工啦 所以目前还在审查当中 将来投审会 经过各部会审查完以后 他会再召开 主委对不起 我的时间有限了 不好意思 你所讲的五大原则 然后这博智这些公司 有符合这五大原则的 哪几个原则 还是通通没有符合 就你的理解啦 从美国AIG的 当初招标完以后 他的给我们的文件来讲 他认为都符合了 他认为都符合了 AIG那边认为都符合了 那就你个人来讲 对这家公司的这五大原则 他有符合吗 我其实没有个人意见 我跟你报告 就是说 金管会只是委员之一嘛 所以金管会提出很多 专业的意见 问题问他说 你要证明说你符合 因为虽然AIG认为 他卖方认为你符合了 但是主管机关这边 所以当时你身为 金管会的主委的时候 你还是认为 他有很多诸多不符合地方 所以请他要证明 他有符合这五大原则嘛 应该是这么讲才对嘛 我们没有认为他不符合 我们认为他还要 有些东西要提出证明 对 进一步提出一些证明文件出来 那他这样陆陆续续在补件当中 所以 换言之就是说 当时他所强调的 他是可以符合的 但是你们还是觉得不够 必须要有相关的文件证明 才可以证明 他是有符合这五大原则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才会要求他 要提出相关证明嘛 对 所以说起来也是 要不然每个国土原则 会属于一个 这个原则就对了 跟我们说是这样 所以你不才会要求要提出相关证明 但现在时间要不够啊 是啊 我不对啊 一直够要求 酬总会要开会 我想 刚才主委你自己说了 保佑这原则 其实也保佑这 保险林 比保险林 同样的意思啦 我想这比保险林 不仅是不仅是一般的变成 包括有很多 我们的部份收藏啦 的加速 包括有很多官员 包括有很多军工狗 这有可能啦 因为他要有四百万保护啊 对 如果说他的原则是由美国去认定 然后我们觉得说 我们在审查过程里面 各部会 各单位 如果认为这个原则 他是符合美国的原则 我们就这样让他过 然后又一个外力的 就是一个 中置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资争进来 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 严所把关的话 那可能造成 额后的这样的冲击 造成我们台湾的整个金融 也会相当相当的严重 我跟委员报告 并不是说以美国为标准 我们知道要求美国做出审 他如果出审不过 他根本就不会送来 美国他一定做出审 那最后还是以台湾这边 投审会 大家共同的表决为标准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这个资金对大家来 我们都知道嘛 还有一个香港的公司 这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就直接跟你说 不应该你每天也有多少看过 但是我们要有事实要有证据 但是你当你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应该你主委 你应该也可以交代人家去查证 对不对 应该你负责审查的一个 还是提出审查意见的人 应该有必要去了解这是我事实 对不对 如果讲资金来源的时候 不管在经济委员或财政委会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济部的部长对我讲说 资金来源他们经济部投审会会去查 我刚才是开场白说就特别强调说 不分朝野的立委 其实对你在看待博智这个事件 南山人寿这个股权转让过程里面 大家都对你还蛮肯定的啦 这个肯定应该是说 你觉得一家没有在经营保险的公司来要承受 这六千多亿的一个南山人寿 这是不可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也会预期 我们也会担忧 未来发生蛮严重的一些后果嘛 所以我想不许是为完工还是为这些比赔林 然后现在主委又高升 那我想应该有很多的行政手段 其实是你可以来做处理的 是不是这个部门主委是不是可以让你更辛苦的啦 因为毕竟你过去金管会 像你说的是经济保险要去处理 但是你现在已经起来了 所以你的角度跟你的位置来说 可以再针对这个案件 可以再做更严谨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嘛 应该是可以吧 我一定会努力啦 但是还是要尊重法律的范围啦 我知道 第二个部分 2009年这种雷曼兄弟啦 林洞在的问题 2008年 2008年 那主委记得很清楚嘛 那我想这几天有很多的判例 几乎法院都判银行是败诉 而且必须 有一件 近期还有一件哦 可能主委刚好高升的时候 没有接受到这个讯息 是全诉 是全诉 银行必须要理赔 然后他不是并非个案的个别因素 也更非销售的瑕疵 不是啦 所以所以你这个判在里面是这样说啦 吼 我不知道主委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样 因为你这个判在那不发生以前 其实有告别 雷曼兄弟在的事情哈 发生在我去接近管会主委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那他很特别是他不是说他产品不好 是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垮掉了 雷曼兄弟整个集团垮掉了 所以金融机构本身也受伤很重 因为金融机构不是骗这个消费者哈 因为他全台湾有八百亿的台币的金额 有四百亿属于金融机构自己买的 那消费者也买了四百亿 所以表示金融机构他自己也相信雷曼是很好 他才去买 所以这一点我要先报告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从法律关系去看的话 他是用信托关系哈 所以那个时候 我接的时候发现一点就是说 所有在法院打官司案件哈 在平均起来八百分之八十五是银行胜诉 百分之十五是消费者胜诉 消费者胜诉也不就是全部胜诉 有的是一定的陈述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恐怕如果让大家这个几千 上万件的官司打下去的话 对台湾来讲大家气氛很不好 所以我推动一个和解制度 就希望说极端弱势的 希望说金融机构全部补偿 不叫赔偿 因为赔偿金融机构以为他有错了 我说你补偿他 因为他极端弱势 很值得同情 那如果说是不是极端弱势 是属于弱势的话 百分之五十 另外就按照法律来处理 推动和解制度 所以现在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九 已经完成和解 百分之八十九 完成和解 有到了百分之八十九吗 对 那和解金融的成数呢 成数就看刚才我报告的几个情况 第一就是要看他极端弱势的话 那我们有几个标准 符合那标准就是极端弱势 OK 主委我简单请教一下 你所谓的极端弱势占百分之八十九是多少比例 然后他和解成数又是多少 是不是可以大致上讲一下 百分之八十是讲全体的 OK 如果极端弱势我们有三个条件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 然后是这个 主委我简单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要了解说 百分之八十九的极端弱势 超有减多少比例 他和解的成数是多少 极端弱势其实占整体里面标准 大概一千个人左右 所以他其实是比例不会很高的 但这部分我要求说 金融机构是百分之百要补偿他 百分之百 好 他比例不是很高 那比例最高和解的成数是多少 通常都到两成到三成 对嘛 还是要两成到三成 有的是按照法律关系的话 他本来打官司一毛拿不到 但是主委 香港的金管局介入协调 几乎都是以七成和解 那不一样 因为香港情况 他是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中国银行 是大陆的中国银行 他在做的 所以他为了表示一种 这个我们也不晓得 可不可以用统战这个字眼 反正他表示一种特别的这种态度 所以他 他采取了行动 所以才造成那种情况 还有一点是香港所有的案件是有单薄品的 所以两边的报酬率不一样 在台湾卖的雷曼的产品 他的报酬率是比较高的 香港的报酬率比较低一点 所以为什么 因为香港他有百分之五十的单薄品在那边 我不了解刚才 主委所讲的 中国的处理方式 你用统战这两个字眼 你说我不晓得用这样的 那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应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说你的处理的方式 因为香港是因为中国银行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没有报酬 对啊 特别的一种 对啊 他们达成七成吗 那你回答我是说他们 但他七成里面 百分之五十是有单薄品的 嗯 他因为有单薄品 所以他的报酬率 但是他有百分之五十 他是没有单薄品 他同样是七成的解决 对啊 七成的解决就是 百分之五十万薄品 所以他只付两成啊 没有啦 主委我 你现在高兴啦 我希望说 还有剩下百分之十几的 这些 啊啊 这些的 还没有和解的 是不是由金管会 金管会应该要强行来介入啦 我告诉你 金管会都有列进度 每个月跟金融机构 去了解说你的进度怎么样 对有设计度 那样的传说是专属 那些是一两个案件 啊那如果再加一个案例呢 如果再加一个案例一直出来 每个案例其实都不一样啦 我们处理太多案例了 很了解 每个案例都不一样 好啦 请主委多多注意啦 有注意到 谢谢我们刘建国